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中官员将在北京会面推进经济谈判 中美关系乒乓外交2.0 中国对国内和境外投资者加强了一些交易限制 中国偏爱的国有企业挤压私营部门 越南敦促美国授予其市场经济地位 请大家收看 美中官员将在北京会面推进经济谈判 彭博社 本周美国和中国官员将在北京就经济问题进行会谈 涵盖的议题包括宏观经济展望 投资审查制度 债务协调和气候变化等 这些会谈是拜登政府努力保持与中国沟通 并保护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2023年下半年 美中关系有所改善 但台湾问题 南海行动 贸易和出口管制等争议问题仍然存在 财政部长贾纳特·耶伦强调了通过接触交流 来防止潜在危机的重要性 会谈将重点讨论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和产能过剩问题 中美关系 乒乓外交2.0 外交官 最近 来自弗吉尼亚大学UV的一群本科生访问中国 追寻1971年参与历史性乒乓外交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足迹 UV的学生与中国大学的学生进行友谊乒乓球比赛 旨在恢复两国之间的人员交流 这次旅行在中国受到了重要的媒体关注 甚至在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UV的学生发现这次经历令人眼界大开 使他们能够与中国同龄人建立个人关系 并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各个问题上的观点 这次旅行引起了UV的学生对长期留学中国的兴趣 希望这次旅行能成为美国大学重新与中国接触 并增加人员交流的转折点 人员交流被视为限制美中之间损害和减少不信任的关键 尽管它可能无法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更大解构性问题 中国对国内和境外投资者加强了一些交易限制 彭博社 中国正在加强对国内机构投资者和离岸单位的交易限制 以试图遏制该国股市的深度暴跌 当局对一些券商与客户之间的跨境总回报调期设定了上限 限制了中国投资者做空香港股票的渠道 使用该渠道为其离岸单位购买内地股票的中国券商 也被告知不要减少其头寸 一些量化对冲基金已被完全禁止下达卖出订单 而其他一些基金则被禁止减少其杠杆市场中性基金的股票头寸 中国偏爱的国有企业挤压私营部门 日经亚洲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 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对该国的私营部门施加压力 大型私营企业的市值在过去两年半左右下降了约60% 到2023年底 国有控股企业持有的总市值比例上升到50% 为五年来的最高比例 私营部门的这一下滑被认为是由于中国加强了控制措施 如临COVID政策和对科技行业的打压 越南敦促美国授予其市场经济地位 德国之声 越南希望美国能够改变其关于所谓出口倾销的规定 使其更接近欧盟的改革标准 美国目前将越南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这影响了对倾销的反应 及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 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华盛顿的12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 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 日经亚洲 据于康奈尔大学教授伊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 预计美国将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 而中国则经历经济放缓 普拉萨德表示 中国GDP超过美国的可能性正在下降 然而 普拉萨德认为 如果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当选 全球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升级 为中国提供了增强影响力的机会 普拉萨德还对美国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 以及全球经济放缓 对美国GDP增长的影响表示担忧 中国最高检察官承诺 加大打击金融犯罪力度 南华早报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SPP 承诺对金融犯罪进行为期一年的打击 负责经济犯罪的第四检察厅厅长张晓金表示 SPP将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以确保中国金融行业的强劲增长 打击目标包括洗钱 贷款欺诈非法集资和涉及虚拟货币的犯罪 张晓金表示此次打击将为加快建设规范 透明开放活力和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有力支持 华为重回中国智能手机销量第一 南华早报 根据研究公司Counterpoint的数据 华为已经重新获得了中国领先智能手机品牌的地位 该公司的强劲销售得益于其新款5G手机的普及和中国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 华为的复苏对苹果来说是个坏消息 苹果在2023年上半年引领中国市场 但最近几个月的销量有所下降 研究还显示 2023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呈现复苏迹象 出货量同比增长6.5%至2.89一步 中国以颠覆罪判处维权人士李翘楚三年多监禁 南华早报 中国妇女和劳工维权人士李翘楚因帮助发表大量颠覆性文章 而被判处三年半以上监禁 该判决由山东省林书市林书县人民法院宣判 李的案件与他的伴侣徐志勇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有关 徐志勇因颠覆罪被判处14年徒刑 李已经被关押了三年 法院还判处他服刑三年零八个月 剥夺他政治权利两年 预计中国农历新年的跨境旅行将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 农历新年假期期间的跨境旅行将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预计与去年相比 旅行人数将增加两倍 尽管对复杂的冬季天气存在担忧 但管理局预计在这八天的假期期间 平均将有180万人次的出入境旅行 主要机场预计在周四至周日之间将迎来客流高峰 上海浦东机场预计每天将有83万人次的道港和离港旅客 旅行激增归因于疫后的热情和延长的假期 全球芯片行业在经历了艰难的2023年后 有望反弹 彭博社 根据半导体行业协会CA的预测 全球芯片行业预计将在2024年复苏 销售额预计将达到近6000亿美元的记录水平 2023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下降了8.2% 降至5268亿美元 但该行业在下半年经历了改善的情况 由于对其人工智能加速器的高需求 市值最高的芯片制造商英伟达避免了经济衰退 CA预计 随着芯片在各种产品中 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半导体市场的长期前景将强劲 中国加强碳排放交易监管 打击数据伪造行为 南华早报 中国已经加强了对其国家碳交易市场的监管 因为它试图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机制 扩展到其经济的更多领域 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一项临时规定 其中包含了总理李强 在周末签署的有关碳排放交易管理的几项规定 美国以赖印度制药业抵制中国 只有一个问题 彭博社 一份新报告显示 许多在美国销售的非专利药物的成分 很可能仍然来自中国 该报告声称 Orubindo Pharma是向美国供应最多非专利药物的公司 其55%的原材料来自中国 该报告还揭示了 Orubindo与中国军工有关的供应商有联系 并且该公司的药物制造材料测试方案 不符合美国标准的科学合理和适当 新兴市场下跌 因为美联储和中国的担忧 使资产不稳定 彭博社 新兴市场资产在本周初表现不稳 因中国股市持续波动 投资者对美国货币宽松政策的预期进行调整 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 三月份不太可能降息后 发展中国家货币的MSCI指数下跌了0.3% 中国股市在上周的暴跌后仍然波动不定 MSCI全球新兴市场股票指数下跌了0.4% 土耳其资产在央行意外更换人员的情况下 基本保持稳定 里拉对美元下跌了0.2% 塞内加尔的欧元债券大幅下跌 因总统推迟了选举 尼利亚央行行长表示 该国几乎清理了拖累奈拉的外汇合约积压问题 中国迁徙一代 跳过农历新年旅行 BBC 中国迁徙一代越来越多地选择制定其他计划 放弃农历新年期间的传统家庭团聚 不断变化的家庭动态 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压力 导致许多中国年轻人 创建自己的庆祝活动和旅行 而不是回家 农历新年期间 家庭团聚的传统 包括大餐和亲戚家访 但迁徙一代认为 这个节日只是一个延长的假期 不一定必须涉及家庭聚会 许多年轻人因为家庭关系的破裂 长辈的过度关心 以及被家人审问的感觉 而害怕春节 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 以及缺乏与家人交谈的时间或愿望 也促成了这一趋势 经济放缓和普遍 就业不足等经济压力 进一步阻碍了迁徙一代 参加传统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这个节日正变得越来越不同 不再以传统方式普遍庆祝 为什么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对北约要求乌克兰支持的呼声 充耳不闻 南华早报 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 中国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支持 与中国军队攻击台湾的可能性有关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如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在乌克兰取得成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有胆量占领台北 斯托尔滕贝格不得不像唐纳德 特朗普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维多利亚 刻词解释说 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 有人认为 右翼叙事正在转移对特朗普将普京 带回全球领导地位的失败常识的指责 莫迪的印度真的是世界的朋友吗 德国之声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在最近的演讲和集会中 将印度称为Vishvamita 即世界之友 这个术语反映了莫迪政府 希望将印度定位为一个独立的大国 与中国 美国和欧洲不同 印度的自信旨在 使其成为全球南方的主要代表声音 印度通过举办G20峰会 和加强与美国 俄罗斯 伊朗和以色列等国家的关系 展示了其文化和外交联系 然而 印度面临外交争端 包括涉嫌参与加拿大西克教活动家 遇刺事件和涉嫌策划暗杀 美国公民的指控 印度在其周边地区也面临挑战 包括缅甸冲突和马尔代夫 与中国加强关系 印度与美国的关系紧密 因为两国都将对方视为 对抗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 重要战略伙伴 然而 有一种感觉认为 印度正试图超越其周边地区 承担更大的全球角色 印度可能面临 在冲突中选择立场的压力 这可能会对其外交平衡行动进行考验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负责观察和评论六度世界新闻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中国的新闻 首先 美中官员将在北京举行会面 推进经济谈判 这次会谈是拜登政府 保持与中国沟通并保护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虽然美中关系有所改善 但仍存在一些争议问题 如台湾问题 南海行动 贸易和出口管制等 我们应该重视通过交流来防止潜在危机的重要性 另外 一群维基尼亚大学的学生访问中国 追寻1971年参与历史性乒乓外交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足迹 这次旅行在中国受到了重要的媒体关注 甚至在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这次旅行对学生们来说是一个开拓眼界的经历 他们能够与中国同龄人建立个人关系并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观点 此外 中国正在加强对国内和境外投资者的交易限制 以遏制股市的深度暴跌 这些限制包括对跨境回报调期的设定上限 以及禁止一些量化对冲基金下达卖出订单 这些举措旨在维护市场稳定 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此外 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挤压私营部门 这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措施 这导致了大型私营企业市值的下降 在其他新闻中 越南希望美国能够改变对其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估 以使其更接近欧盟的改革标准 立即中国的经济增长降放缓 而美国将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承诺加大打击金融犯罪的力度 华为重新成为中国智能手机销量第一 中国加强了对碳排放交易的监管 打击数据虚假行为 全球芯片行业有望在经历艰难的2023年后反弹 最后 中国迁徙一代越来越多地选择制定其他计划 放弃传统的家庭团聚 这是由于家庭动态的变化 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压力 这个趋势反映了年轻人对传统节日的看法的改变 以及他们对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的追求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深入分析和观点分享 我希望这些新闻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思考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